好回到台湾共同团表定时间两点半钟 要进行了两岸监督条例的一个副委的动作 那么现在立法院已经开议 但是现在还在议程的宣读 所以没有任何的画面进来就是黑画面 所以我们也就没带观众朋友来看 那待会呢 如果还在我们节目当中 开始进行两岸监督条例的处理的话 我们及时带您关注 今天蓝绿甲动甲级动员 大家各自都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好那么两岸监督条例 不过其实所谓的福帽不能动 后面还有货帽也动弹不得 所以请教邱玉老师 其实台湾的经贸发展 福帽没过是一个很关键的关卡 但是问题是他现在就是横在前面 没有人能够把他搬得走 这个问题要找谁来解决 所以当初你在学运的时候 对学生去让步 说我先去立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完 然后再去审福帽协议 你就被耍了 就被骗了 但是我就说这个让步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等到真的要去审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时候 你看看民进党会是什么态度 他一定全力杯葛 用各种方式霸占主集胎 杯葛意识 他怎么会让你好好的审呢 所以有时候在国民党 每次面对民进党的抗争的时候 国民党每次都说 好那我退一步海阔天空 所以我就让一让我就过关了 到最后的结果让了半天 最后结果得利的都是民进党 你让到最后就会发现 你完全都是输的 这一个福报条例最明显的 就在这个地方 而且福报条例什么时候才能够闪 真的遥遥无奇 显然也会影响到 福报条例之间的谈判嘛 那将来争端条例对不对 一样被搁置 所以两岸之间很多的协议 现在都没有办法再往前推动了 是好现在卡在这 那么说蓝绿要有诚意 那蔡英文已经担任主席 她说虽然还没有正确交接嘛 她无权去影响到民进党 新党党团的一个表现失诚 纵使她上任了柯总招要怎么做 她恐怕也很难去处理 对她的意志恐怕也很难直接下达到立法院 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啊 我不愿意让你过得 我还是霸占主席台嘛 因为我跟妳讲 她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嘛 就按照现在的模式 然后我跟妳讲我跟妳保证 她到时候她那个不分区名单啊 跟上次一样难看 就是一个派系调和 反正我现在什么没有做 我就当党主席的 我希望你们国民党做得越烂 然后呢我就什么不做 我就当上了总统 然后到时候我再来面对两个关系 因为啊 我说啊 我处理不了的我就绕过去 我处理了你们就知道我是什么菜了 对不对 我就让你看不出来我是什么菜 我刚刚非常在乃教授的说法 我们不能空白授权啊 给妳一张空白支票 到时候妳填什么进去 我怎么知道 对不对 到时候妳填一千万 到时候国家破产 我要跟你赔账吗 所以如果说妳要这样绕 对不起我们就要严格检验妳 从现在开始都一样 所以优质的两岸关系 我一直挑战妳 因为郭正良郭教授说 这个现在还没有到时间嘛 所以先不要把话说死 是啊 因为我通常说我种花 看到我要看到苗 我再知道说她的花长得好不好 我现在没有看到苗啊 我是看到她的图里面 不知道长什么东西 那你到时候万一她花死了怎么办 所以你不能给我看到 只有两岸的优质关系 如果只看到这个 我就认定你两岸 你完全没有任何新的阶级 好 做到两岸要优质的关系 当然相信所有人通通都会接受 但优质关系如何经营出来 这就是方法跟执行 这是蔡主席你必须讲的 不请教赖老师 其实这两岸监督条例 这里头立法院总共有七个版本 但是里头很 光是国家地位恐怕就可以炒翻天 对 我个人是认为说 今天在审查这个 所谓的两岸监督条例本身就是有点荒唐 而且我觉得是一个民粹的一个结果 因为我们讲一个很简单一个道理 就是立法院的角色是什么 那个邱毅委员当过立法委员 其实立法委员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国会 他真正的一个最主要的角色就是监督政府的实证 那也就是说我这个国家 我这个政府要跟任何人签任何协议 任何法律任何条约 那么他最后都要送到国会里面来接受完全的监督 那如果说我这个国会 我没有善尽我的责任 我没有尽好我的监督的这样的一个天职 那我根本不应该拿人民的纳税钱嘛 好 那我今天我这个国会说 我进不好我监督我们台湾 跟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签的任何一个协议 我都没有办法善尽好我的监督的责任 所以我们再来定一个 由行政院自己再来定一个 或者是由民间再来定一个监督条例 再由我立法院里面来通过 这个逻辑上通吗 当时我们就是被民粹被学运 被这些社会的氛围把它强制了 所以弄到最后变成法理不通 有人说那韩国有啊 美国有啊 那你台湾为什么不应该有 那如果是如此的话 那你干脆就用韩国的版本嘛 你要不就用美国的版本嘛 你为什么又要韩国截取一点 美国截取一点 自己又创造一点 然后搞到最后就是说 我们连问说那你的前提都有问题 两岸监督条例的前沿都有问题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这个国家定位都有问题 因为他说他是两岸是怎么界定 对 什么叫两岸 而且我记得当时在跟他们辩论的时候 我就提到就是说 你连中文可能都写不好 因为连中文都没办法写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坦白说了 我觉得台湾太多的时候都被民粹控制住了 例如说一个人可以挟持整个国家 说国会席次减办一个人他决定了 台湾的国会席次减办了 好那你现在民进党你要翻 你要翻 你要翻可以啊 你先处理那个人的问题 你要先处理那个人的问题 来向整个台湾人做交代 说我以后民进党以后发誓保证 我不再被一个人挟持 然后造成台湾定位的出现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要先解决嘛 是好不过这恐怕是有点天方夜谭 好我们先休息片刻 待会来我们就请陈欣老师 继续帮我们做分析 我们就来看到说 好这么多不同 这么多的版本的这个两岸监督协议的内容 光国与国的定位 这个两岸定位就有意见了 大家落差非常之大 美国会接受吗 会同意吗 待会回来继续讨论